我們今天會持續來看ECONING THE FUTURE 就是莫斯解瑪的電影 不過呢 我們採納大家的建議 所以我們接著來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修正 有一些改變 因為大家記得 我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他每一個單元 每一個教會的書信 前半段都是那個老師在那邊講解 然後因為沒有翻譯的緣故 那個講解都很長 所以說呢 我就有很多同工的建議的時候 那個講解比較不容易看 所以我們以後就改變一下方式 變成說 我來用中文來講 然後呢 我們就只看 我們就不看前面那個比較枯燥的講解課程的內容 我們就直接看 我們就直接看那個看得懂的部分 看那個去直接去看那個 真正那個教會現在的地址 旅遊的那個 我們只看那個部分 比較有趣的部分 對 好 所以以後我們就會這樣子來進行 因為這樣 所以今天我就有多一些時間 可以來跟大家講更詳細一點 除了可以節約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會看給第三封書信 給別家摩教會的信 所以除了我們可以複習一下 我們還可以再講一些上次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時間講到的這個 很重要的給別家摩教會出信相關的部分 好 下一張 所以我們先來一起來再念一篇 歧視路第二章這裡講 給別家摩教會的這個內容 好 我們一起來念 請要寫信給別家摩教會的使者說 那有兩任意見的說說 我知道你的基索 就是用撒旦座位之術 當我中心在陷見的安提塔在你們的中間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殺去時 你還堅守我的命 沒有拒絕我的道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 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扶上了法案的教訓 這八人曾教導阿勒將半小時放在這四個人面前 叫他們持續有相聚物 行見你的事 你那裡也有一個教養 如此的你和阿彼納人的教訓 所以你那樣回來 或不回來 我就快點到你那裡 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白諾爾德就聽安聽 得聖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馬拉賜給他 便是他一塊白石 詩上寫著心靈 除了那領袖的禮諒 沒有人能認識 那這個公元312年 就是從羅馬這個軍王 Constantin 他接受基督教為國教 接受基督教為國教 所以從公元313年之後 那些明著的那種大規模的 對基督教的逼迫就停止了 對那我們以前的印象都覺得說 從此以後天下太平 基督教就不再受到壓迫 最終我們的印象是覺得說 313年之後就沒有任何的逼迫 但是其實我們上次有講到 雖然說居士坦丁政府 他在立基督教為國教 在各方面善待基督徒 是的 這個很多的信徒在政府裡面 可以因為你是基督徒的關係 居高位 豁免基督徒的丁稅 那因為有種種政治上的好處 所以很多人就是敢遊行 就去接受基督教的那個 國教 國家的宗教 這個有好處了 所以基督教變成朝廷的宗教 那別加摩這個有什麼特別 別加摩這個城市是在四美達 就是那個第二封書信的 四美達東北方 那它是亞西亞的省 在羅馬帝國裡面的政治上的首都 那不單如此 而且它是希臘文化的中心 那個別加摩城這個地方的圖書館 是全世界當時最興盛最大 也是最進步的 那這個而且更重要的 因為它是這個 亞西亞省政治上面的首都 而且又是希臘文化的中心 所以它就成為當時的 皇帝崇拜的一個中心的區域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在羅馬帝國的時代 那個皇帝的崇拜 是把皇帝當成神來拜 那而且呢 這個羅馬帝國所拜的那個 那個代理宗教 羅馬是當時世界的這個 政治跟軍事的中心 最強大的 所以從巴比倫子流傳過來的 這個拜黑教 這個拜這個魔鬼 它其實實際上是拜撒旦 可是呢 它一直隨著當時 各個帝國的這個演進 表面上的名稱有所改變 所以在當時羅馬帝國是領袖 這個拜撒旦這個宗教 其實就是經由拜羅馬帝國皇帝 來一直流傳在那個地方 所以說呢 這個別家魔城 又成為當時被檢選 成為一個拜皇帝 當時的凱撒的 這個崇拜的中心區域 那那個地方有亞古斯路廟 還有拜朱比特這個神 就是假神的這個大坦 那好我們下一張 在當時那個環境裡面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的這種 這種秘密 世界上的這種黑宗教 他們要求的 就不會像我們這種這個 真正跟隨基督耶穌的這種 要求的這麼嚴格 他並沒有要求你真的在心裡面 去跟他有什麼聯繫 他只是要你去拜就好 你只要做那個拜的動作就好 你只要願意在公眾的面前 燒下那個拜皇帝的這個香 燒下那片香丟下去 然後在眾人的面前舉手 就喊說這個Ceasar is my Lord 就可以了 就只要這樣做 不過呢 即使是這個樣子 基督徒就真正跟隨耶穌的這種基督徒 也不願意這麼做 所以呢 不這樣做就破壞就來了 所以還是破壞 只要是你是跟隨基督的話 即使在那個時代 康斯坦丁已經把基督教立為國教 照樣破壞 而且照樣是生命的這種破壞 那這個壇呢 就是我們剛才唸的那三個說 撒旦作為之處 就是崇拜皇帝用的壇 那神用字 這就是神的話 尤其是這個啟示錄 是聖靈 是耶穌來顯現 啟示給John John把他寫出來的 所以神他的用字譴詞 都是非常精確 他並不是隨便亂講 這是撒旦作為之處 神是真的知道 那個就是撒旦作為之處 其實呢 就是這個樣子的這個建築 那這個是當時用來拜宙斯 在別加姆的那個 宙斯神廟裡面 同時他們也在那個地方拜皇帝 就是皇帝崇拜的那個壇 所以說當我們剛才念到說 撒旦作為之處 指的就是在別加姆挖出來 就是當時他們拜撒旦 拜皇帝所用的這個地方 叫做撒旦作為之處 好 下一張 那當時呢就是 我們剛才念到說 為什麼說巴蘭的教訓 引誘人 就是因為當時 基督教變成國教啦 所以說呢 為了要方便於這個統治 並且也方便於 讓整個國家的百姓都接受 所以在當時就把整個基督教給 代六個西士 變得不那麼嚴格 所以說呢 偶像照樣可以拜 你原本拜了什麼 各種各樣的偶像 照樣可以拜 而且還妥協 再加上把一些聖徒的像 也做成偶像 然後再把教皇的像 也做成偶像 大家都來拜 而且呢 還把耶穌的這個母親 肉身的母親馬利亞 也做成偶像 大家都拜 所以說 引誘人在信仰跟靈性上面 就去驅從 當時這個整個大環境 羅馬皇帝 這個從巴尼文 黑教系統 做一直承襲下來的制度 那所以說 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念到那個 經文上面指說 隨從巴蘭的教訓 就是去吃既偶像之物 去行奸零事 跟世俗為友 那尼哥拉伊黨的教訓 等到下一章 就是 他就是 藉著這個 政教服役 然後讓大家 鼓勵大家去 寬容妥協 那 講到妥協 寬容 Tolerance 那其實 我們現在的人 基督徒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看到的 也是一樣的 基本上 美國也 不只美國 美國只是一個 世界上為首的 世界上的略國都跟隨 越來越變成是 你如果說 不去跟著世俗裡面 來走的話 就是不妥協 就是不寬容 我們都知道 有越來越多的壓力 就開始使得現在 我們所經歷的 或者我們 孩子的那一代 所一定會接觸到的 越來越像是當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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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預先警告 會遇到的狀況 好 下一張 那 所以為了迎合皇帝的旨意 這個巴蘭這個教訓 就是讓所有這個 異教的臣民 都受起加入教會 我們沒有關係 你都可以繼續保持原來的 我們也跟著你們來一起 向著你們那個 黑教的那種 那種 偶像的標準 然後呢 品德標準 沒有關係 耶穌所說的 只是參考而已 大家不一定需要 去照著這樣的跟隨 所以整個風氣 就使得這個教會 就開始越來越 從複敗黑暗 往這條路上去走 大家都樂於 往這裡面 一起去假破 好 下一張 這就是巴蘭的教訓 這上面所講到說 中心的建設人 安提帕在你中間 撒旦所住的地方 被殺死 那 真的就是 安提帕就是當時 一個教會中心的領袖 他就拒絕去妥協 那你拒絕妥協 那你就要開始被脫害了 所以安提帕 因為他是當時 教會的領袖 他拒絕妥協 有一個標竿的作用 那立刻就被當時 羅馬的這個 這個當權統治者 以及當時去附和 這個羅馬皇帝 這個教會的統治者 一起來拒絕 他們就被放到 剛才我們裡面 看到那個 那個照片 那個拜 拜凱撒 而且同時是這個 拜一個撒旦 這個座位的地方 就在這個墊的裡面 正中間 有一個那個 像類似金牛犊那樣的 那個 那個形狀 一個牛的雕像 那個牛的雕像是可以打開的 同治 那個同治的雕像可以打開 打開裡面正好可以容一個人 他們就是把這個 這位 回到剛才 安提帕 就把安提帕 就把安提帕給 放進這個金牛犊 這個銅牛犊的這個裡面 然後就 從那個銅牛犊底下去 活活的烤 把他給 安提帕給活活的烤死 那他被烤死 他們原本設計的是說 那個金牛犊 那個銅牛犊 把人關進去 在裡面烤以後 人會慘叫 所以說呢 他們就設計了 讓那個牛犊的那個口 嘴巴那個地方 有一個接著裡面的一個洞口 那他們設計過 那個聲音會變成 像是叫聲 像是牛的叫聲 像是野色的叫聲 像是鬼的叫聲 所以 本來是設計說 讓人在那個裡面 在煮 在烤的時候 因為痛苦 就會慘叫 那就變成是牛在叫 可是呢 安提帕他在那個裡面 他在裡面就在禱告 他因為他被烤 被殺了 痛苦 然後就禱告 就是像主耶穌的禱告聲 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射明他們 所以 那聲音出來 就是那個禱告的聲音 所以 他是這樣子 就是忠心的仆人 那地方 就是在這個樣子的狀況裡面 被殺 好 下一個 那 神就預先警告 不只是對當時 有別家謀教會 同時也對我們 今天我們所接下 會遇到 神口中兩任的意見 就警告 別家謀教會 別警告我們 其實所有的基督徒 或是我們會經歷 你當悔改 你如果已經去 跟這個妥協去聯合了 你要悔改 你若不悔改 我會臨到你 他 而且我來得很快 我來的時候 我會用我口中的劍 來攻擊他們 你也會被攻擊 好 下一張 但是呢 神也同樣地對於 這個得勝者 有祂的應許 那在別家謀那個地方 在當時 羅馬帝國圖制之下 這些猶太人 因為當時 有很大比例的 這個基督徒 都是猶太人 因為你知道這個 今天明文牧師說 講到說 一下子三千人 這個當初彼得 他們傳福音的時候 三千多個人 一下子信主 大部分都是猶太人 在當時的那個 教會裡面 還有很多的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 他們一聽到說 得勝了 會將隱藏的馬那 刺給他 他們一聽就懂 因為他們知道 隱藏的馬那 代表耶穌 就像把這個靈食 靈性的糧食 每天像 刺給他們的祖宗一樣 會刺給他們 按他們的所需要 按照他們所需要 最好的營養 會刺這樣 每天會給 可是他們也知道 馬那不是人人都看得見 馬那會消失掉 那凡是你不照著神所 主婦那些以色列人 去取馬那的方法來取的 就吃不到 所以 猶太人 當時 比較有 跟上 有接上 猶太人跟的這些 這些基督徒 他們一聽就知道 對得勝者的應許 得勝者會有 隱藏的馬那 刺給他 他們就知道 神的話 對不信主的人 好像是沒有一樣 那個馬那根本就 看不見 吃不到 跟世俗為友 就不會去吃到 可是當 忠心的跟隨神 按照神所 吩咐的方式 白佛來做 這靈性上面 他就不會去隱藏 就下一招 他就會吃到這個馬那 而且呢 我們剛才所唸到 奇事錄裏 有講說 得勝會賜給他一塊白石 實際上會寫著 新名 除了領袖以外 沒有人能夠認識 在當時的羅馬統治之下 這些 教會的基督徒 一看到他們 就曉得 這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因為 特別是在別加摩 那個地方的法庭 那個法庭 是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 在法庭上面 如果被判成有罪 法官就會 給那個罪犯 在黑石上面寫著 你是有罪 如果說被審之後 結果你是被判無罪 法官就是給一塊白石 作為證據 你無罪 一看就知道 你無罪 神說 你無罪 你是清白 你是白石 你是我所喜悅的兒女 下一張 所以他們一看就懂 他們就知道 神就是在用各種這種 最清楚的 我能夠在日常生活裡面 在各種重要的場合 能夠看到這些 白石 我無罪 而且下一張 而且在白石 還有在當時的羅馬帝國裡面 另外一個作用 凡是在運動會上面 奧林匹克能得優勝的 除了冠冕以外 他會賜給他們一塊白石 那個白石上會寫 那個選手的新名 是那個選手最優勝 最被大家所appreciate 最被當政掌權者 所讚賞他的那個特成 那個優點 所以舉例來說 如果他是飛毛腿 那上面就會 那個白石上面 就會刺給他們 你是飛毛腿 所以說 這些神的子民 在當時的那個環境裡面 熟悉這一切的 他們一看就知道 神是他清楚地跟我們講 你得勝了 我會不但刺給你一塊白石 你無罪 而且那個白石上面 還寫著你的名字 那個名字是新名 是只有耶穌跟你知道 別人可能都不曉得 那個你所經歷過的掙扎 你原本最弱的地方 你因為愛神 因為跟神同共 接受著讓神跟你一起 把他改變 變成是你的最強的地方 那是神所最珍惜的 神就把他寫在那個白石上 這就是你的新的名字 代表每個人得勝的經驗 這是在天國裡面 只有耶穌跟領受者 會明白的這個講述 好 下一章 所以說你知道 我們這些 為愛神的心意來 為以色列祷告 我們這樣接回 這個猶太的本根的時候 很多很多在世人裡面 我們所每天經歷到 各種看起來很可怕 看起來是很隨意性 隨機性的 好像這裡一件那裡一件 好像很讓人驚慌失措的 極為嚴重的事情 可是當我們是 來為以色列祷告 接回這個神 所要把我們設計成接回 這種猶太的本根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變成是連貫 是有系統 是神所設計過的 是一點都不需要驚慌失措的 也是一點都不奇怪 而且是可預測的 所以我們上次有越來越講到 因為時間限制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講完全 這個 有撒旦周圍之處 剛剛我們有看到 是原本建成那個 這個 祭拜撒旦的這個地方 原本在叠加努 那後來呢 在這個歷史上面 到了這個 1911年 1910年那個年代之前 那個時候是還沒有開始發生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剛剛結束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這個 這個 有德國的這些考古學家 就開始去別加摩這個地方去 重新把這個別加摩的神廟 變成是撒旦的所謂 就是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reason for some how 就是有一批德國的考古學家 被這個黑暗勢力所感動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把它挖出來 而且當時有一個系統性的把它挖出來以後 一批一批的用整艘船 一批一批的把整個別加摩的這個 這個祭拜撒旦的這個座位之處 給搬到當時的這個德國的這個紐倫堡 那這個挖掘的這個事情完成 並且把整 用整艘船的船 一船一船的把它運回紐倫堡 放進紐倫堡那邊的博物館 的那個年份 就是希特勒出生的那個年份 那個在運到紐倫堡以後 在紐倫堡開始一點一點的把這個 整個這個神廟給組裝起來 組裝成功於紐倫堡的博物館 並且為了這個要舉辦大型的這種 鼓勵這個黑暗勢力的這個能力的這種活動 會方便 因為那個神廟畢竟不夠大 所以說呢 為了要能夠適合萬人以上的這種場面的大活動 再把它原版照原來的這個圖像 放大 組建於紐倫堡的這個 大的那個 用來設計的這個體育場的這個場地 成功的日子 就是德國的納粹 國社黨 開始第一次的這個群眾聚會的那個 那個年份跟日子 那這個 那這個 右邊這個場景 就是在國社黨 希特勒上牌了 但是還沒有成為獨裁者 他開始要成為獨裁者的這個 你說所謂能夠成為獨裁者 就是說這個國家把權品全部交給他 人民 老百姓 心甘情願把所有的這個自由跟全民都獻給他 那叫他可以成為獨裁者 這個就是在 第一次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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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旦座位之處 這個德國的這個 這個當時納粹的這個國社長 聚集當時的這個閃電精兵 就是他們他們叫做閃電隊 叫做 我不曉得這個翻譯怎麼 全民怎麼翻譯 就是SS這個這個這個 衝鋒隊 對對對 衝鋒隊 對 對 對 就是那個德國的那個SS那個那個隊 他們在這個地方宣誓 做第一次的這個效忠 那是一個全天 從白天到晚上 白天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他們在這個地方宣誓 舉播法 到了晚上之後 更擴大 這邊本來是只有柱子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 用當時 德國的探照燈是當時全世界的這個 防空用的探照燈 是當時最先進 能夠設在這裡 按照精確的每一個 當時德加摩的這個 這個 既是黑暗既是那個圓柱的那個位置 每一個圓柱的位置 都有一個探照燈 往天空照 照到天上去 向著天上來宣告 就像這個樣子 他們當時在舉播法 然後這個一直進展到晚上 向著天上 照著當時德加摩 撒蛋座位的那個位置 他才能照到天上去 向著天空來宣告 他們就宣告這個 黑暗的這個勢力 撒蛋座位在那個地方 重新升起 他們去跟著 從那個時候 希特勒就變成 掌管一切的權力 成為獨裁者 而且他有那個 就是麥克比古特會 有講到說 那個希特勒就有點像 當時 當時的那個威力 就有點像是 聖經裡面所描繪 到了末世的時候 敵基督會興起的時候 他會有那個 迷惑人心的那種能力 本來反對他的 聽到他這樣子演講以後 都變得死心塌地來跟隨 凡是他 經由演講所講出來的 每個人都會去 如果說 心沒有被耶穌 所抓住的人 都會被他所洗腦 都會跟隨 這就是當時這個 黑暗作為之處重新升起 然後我們上次有講到說 之後後來 二次大戰 逐漸到了尾聲的時候 東邊有蘇聯的紅軍 就是史達林 他們統治底下的蘇聯的紅軍 從東往西攻進柏林 從西跟南邊 用美國為首的西方的這個聯軍 從西跟南攻進柏林去 但是搶線的是紅軍 蘇聯的紅軍 他們進去把這個炸掉 就是把上面的這個 NATI的這個標誌炸掉 然後底下的這個 這個紐倫堡 長戰紐倫堡的這個 這個original 真正的這個 炸彈座位之處 那個整個神殿 使他得下令 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搬到莫斯科去 因為 就是 他們知道那個背後的這個 所代表 所以 你如果回頭再去看 蘇聯從什麼時候 開始變成 一個世界一等的這個 軍力的這個 強國 進入柏林之後 就從進入柏林之後 忽然之間 蘇聯就跟美國 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 並且在黑暗的勢力方面 蘇聯是最為省 然後再往後看 整個歷史再往後看 所以 如果說不知道這些根源的話 好像一個接一個的歷史事件 是分散的 好像也很巧合 也沒有什麼 其實背後有綠 有一個屬靈的綠在那裡 接下來 史達林把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撒旦中衛之處搬到莫斯科去 到了一段時間以後 他的那個 各方面的勢力就去培養完成 他就把那個 撒旦中衛之處搬回東柏林 設立在東柏林 那大家有沒有記得 這個 我們在美國這個地方 美國有經歷過一次 非常接近美國要 本土要發生核子戰爭的一個危機 剛才李宗孔那個時候 有古巴危機 六零年代 古巴危機是怎麼發生的 是蘇聯在這個 古巴設立這個飛彈基地 所以可以直接對準美國 那這個 蘇聯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美國先一步 在西柏林 設立飛彈基地 對準蘇聯 所以蘇聯他 別無選擇 他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來抗核美國 否則他的英國就被美國給惡住 所以說呢 這個蘇聯就在古巴設立這個飛彈基地 當時幹了李總統 這都是後來才逐漸的釋放出來的 當時都是密件 原本是有這個心理準備 他們下出這個最後通點 希望這個蘇聯能夠撤離這個飛彈 離開古巴 原本當時有這個心理準備 會變成一個局部的核子戰爭 那美國是打定的 但是呢 在歷史上面所沒有釋放出來 是到最近才逐漸釋放出來的資料 是當時 這個 他們在美國跟蘇聯在桌面下面 其實有很多的談判 那在談判當中呢 蘇聯就把這個底牌給掀出來 就跟幹了李總統講 你若是把這個在西柏林這個飛彈給撤走 在柏林那個地方的飛彈給撤走的話 那我們就把在古巴的這個飛彈給撤走 所以當時其實在柏林那個地方 在古巴危機解除之前 在蘇聯把飛彈撤走之前 幹了李總統已經同意 就從柏林那個地方把飛彈撤走 所以柏林就在那個 柏林圍牆當時還沒有蓋起 是後來才蓋的 當時在柏林圍牆的那個附近 就在這個 這個撒旦座位 是史拉林把它運去 放回去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飛彈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基地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所以說 這個撒旦座位之處 原本在那個地方 如果說沒有處理好 就會又再發生另外一次黑暗的事件 從那個地方飛彈危機 就會爆發 後來是因為處理得意 有可能是代導者禱告 神聽了這個禱告 把這個事情劃緊 但是無論如何 你就可以看到 你回頭往 這些一件一件的 看起來是隨機性的歷史的事情 但是都是當時極為重大時 人心極為恐懼的 背後都有一些歷史地理 以及時間上面一些 一些很重要的連結 所以並不是隨機性 也並不是人 某一個歷史上面的人 他所在那邊隨便做 背後都有一些故事 對 而且希特勒 他出生的那個日子 就是在尼閃月十九號 當年的尼閃月十九號 那一天就是法老軍兵 追殺以色列人民鴻海同一天 那我們剛才所講到說 這個安提帕在那個 撒旦的那個座位之處 在宙世神廟 用牛毒型的鐵鍋 把它燒死那個地方 燒死屬生的子 是迫害殺死那些屬神的子 神的孩子 那猶太人是在民族裡面 是屬於神所拱絕的宣明 那希特勒 那個也是在這個 別家魔蟲拜祝的那個祭壇 崇建於紐蝴堡 他們叫做光的廣場 那個地方 撒旦所住的地方 在第一次那個祭拜之後 立刻的宣告 對於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 Final Resolution 他基於的是當時 另外一個早先的基督教的領袖 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雖然是新教的運動 他有很多的功能 可是馬丁路德 鼓推返游的言論 所以他是理所當然的 在那個地方 他這樣子開始來宣告 所以再一次的 大規模的 對於神的選民 的那個迫害的發動的日期 地點 也是跟隨這個 整個這個 撒旦所住的地方 以及撒旦所住的地方 被重新設立 並且在撒旦所住的地方 做一些 祭拜撒旦所用的一些事情 同樣的這種事情 來把撒旦給高舉起來 所以 我們現在回頭這樣子去看 一件一件的這些歷史 這些事情 互相都有關聯 都不適合的 好 下一張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影 了 他講完台直線 就是 有信仰在宣告 水院 在忍耐摒旅門 需要這樣的 他們 뭐� diesel глав 派旅風 声音够大声吗? And as they did that, they started to look more like the world than they did the church. And in Revelation, this is where Jesus comes along, and he begins to rebuke them, telling them that, no, I don't want it to look like this, because you're looking like the world. And frankly, the more the church looks like the world, the less it looks like Jesus. They did have some things going for them, but in the end, he said, if you turn, if you repent, he would give them a white stone, which was a mark of approval. And then he would put a new name on it, which was a very great honor. It was almost like a pet name, you might say, or something that actually represented th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the way that he changed Jacob's name to Israel, or the way that he changed Abram's name to Abraham, or Saul to the Apostle Paul. But it was a mark of approval. One of those temples that's to the deified emperor, where people would burn a pinch of incense and say Caesar is Lord, in order to keep in step with the empire, and be unified with all the other different types of religions they had here. Beautiful sculpture, Roman Corinthian, gorgeous. But it was also something that was very, very, very spiritually oppressive, and the Christians could never agree with it. There was a merging of Roman thinking, Roman ideology, Roman way of life, with the church. And yet the church was called to be set apart from the world. And yet now we have the world infiltrating the church, specifically the government. We have a merging of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The church of Pergamum was really a compromising church. They had tolerated false doctrine to the point where it had now infiltrated the church, in that it was hard to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 And paganism itself had infiltrated the church. And it started off as a tolerance of those sorts of things until it infiltrated and then took over completely. And I think there's a real warning for us today that in our culture we want to be tolerant of everything, including sin and beliefs that would contradict the very core of what we believe. And as we begin to compromise and tolerate those types of views in the church,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would experience the same thing that happened in Pergamum. Pergamum was a wealthy, developing city, and is referred to as the compromising church. It's also mentioned that it's the place where Satan has his throne, which may indicate that at the time, it was the place with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f immorality within the Christian church. Pergamum was corrupted by personal choice, through being enticed by the surrounding lifestyles and teachings of the city. This lesson directly applies to people today, in that tolerance of certain social views or practices will turn into personal acceptance, which corrupts one's very own belief system. In regards to the prophetic church age timeline, Most theologians agree that this historical period is defined as taking place from roughly 312 AD to 606 AD.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Christian persecution from the age of Smyrna ended due to Emperor Constantine making a decree in 312 AD that Christianity would become the state religion. As a result, this historical time frame is a period of Christian corruption because the church began merging pagan practices with biblical doctrine. Let's pray to God to the Lord. 每個人在把握接下來的五分鐘的時間 跟神來講 讓神來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有跟世界妥協 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幫助我們 常常光照我們 就我們來脫離那些非見 讓幫助我們能夠分別為聖 來歸給神 让神来乐意帮助我们 使得我们不要是浓蔽的 我们可以吃乐到他 每天要赐给我们的玛纳 帮助我们 我们的眼目注视在那个 最后他要赐给我们的 我们得胜了 赐给我们的那个白石 现在就把那个白石上面 要写给我们的心灵 就赐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鼓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像个雕端来吃 好 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